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复习衰竭 心工不全 飞行脑病这样对症的一个治疗 这急性期 如果对稳定期的话呢 我们可以有ABCD 根据病人的肺功能和病人的临床症状 进行的一个分级 分类 这种分级的话呢 就要看不同的疾 不同的治疗 大概呢 是有吸入治疗 不同的吸入药物 第二个呢 根据病人的对症需不需吸氧 还有康复锻炼 康复锻炼里头呢 可以有运动康复超 还有我们的一些呼吸机 帮助病人的话呢 进行一些康复锻炼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排弹 要病人的排弹 这几种方法来进行处理 好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